2007年的CBA联赛 一身西装的胡伟东已经告别球员生涯 全身心地投入到主教练的角色当中 当球员比较简单 当教练员就不一样 重心低下来 防突破 防固员你逼路紧干什么 投入已经要比球员打得多 要累得多 我现在感觉还不如叫 我真的想回去打篮球 再去打球去 不当教的一样 我的好多朋友 包括我的领导都说 他就为篮球而生 我没那么严重 但是我可能有一部分天赋在这 我特别喜欢篮球 球员时代的胡伟东 是那个时代中国男篮封线上的代表人物 1994年世锦赛 新一代中国男篮登上国际赛场 那一年 中国男篮首次跻身世界大赛前八 身高一米九八的胡伟东 不仅在外线有着精准的投篮 犀利的运球和突出的弹跳力 让他在国际赛场上一扣成名 那个客人呢 说实话 回来以后好多球员朋友 记者朋友 都录下来都给我看了 包括照片也照下来给我看了 因为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要 必须要去显示自己 表现自己 显得我们中国球员 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也是有这个水平的 所以说是要给世界证明一下 我们中国球员还是可以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年轻的中国男篮 希望在奥运赛场有所突破 这是后来被誉为 96黄金一代的那批球员 正是这些青色的面孔 书写了属于那个年代 中国篮球的美好记忆 在奥运会前 与美国队的一场热身赛里 胡伟东再一次展现了他的实力 这次扣篮不仅成为 如今我们回溯那个年代的经典画面 也让胡伟东在国际篮坛得到了认可 那届奥运会 中国男篮完成了突破 取得了奥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第八名 94年来的第八名 可能有人说我们运气好 什么什么的 但是96年这个奥运会 又拿了一个第一把篮 一个是证明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 这样就给全世界的这种篮球啊 也证明我们中国篮球是可以的 与此同时 国内的CBA联赛开始起步 1995到1996赛季 是CBA的联赛元年 土生土长的江苏人胡伟东 带领着江苏男篮开始征战联赛 在首个赛季 胡伟东为球队共获得615分 场均27.9分 虽然江苏队仅仅获得联赛第十名 但胡伟东却是联赛第一年的得分王 三分王并顺理成章的获得了CBA联赛历史上 首位最有价值球员 1996到1997赛季 跟随中国男篮突破历史后的胡伟东 回到联赛依旧是得分能力最强的本土球员 那个赛季胡伟东为江苏队共砍下816分 128个三分蝉联了得分王三分王和联赛最有价值球员 我希望明年这次还做 这些荣誉 一方面讲述着胡伟东是联赛初期的旗帜人物 另一方面也给当时的他带来一些质疑 与突出的个人能力相悖的是江苏队连年萎靡的战绩 随着联赛一年年的进行 这一问题也被越放越大 联赛大踏步的发展 各支球队也在逐年进步 人们渐渐习惯了胡伟东偶尔的神奇表现 也渐渐习惯了江苏队无法冲冠的事实 2000年左右 胡伟东退役的传闻也愈演愈烈 直到他自己出面澄清 大家好 我是江苏南岗队的胡伟东 当时有好多球匹朋友呢 就是关心比较关心我嘛 就说有时候好多报纸要说我关于退役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就是给球匹朋友做个交代 就是说目前我认为我自己还可以打球吧 就是说大概过个这几年也得过个两三年或者三四年才能说是谈到退役的问题 而且就是如果是退役以后呢也感觉就是自己呢也不会勒开篮球场 不管怎么样自己在篮球场上滚打了一辈子吧 就是大概滚打了二十几年 就是说对他有一定的感情 就是说以后呢我会当当一名教练 就是说继续和我们这帮江苏南岗队的这帮球员一起来为我们这样的一些争光 这样尴尬的局面在2004到2005赛季迎来改变 即将35岁的胡伟东在这个赛季选择以主教练兼球员的身份开始新的征程 这一年在老将胡伟东的带领下 加之胡雪峰 唐振东 毅力这批年轻球员的成长 江苏队在常规赛一举拿到二十连胜 并以三十五胜三负的战绩拿下了常规赛第一名的成绩 球迷们希望刚做主教练的胡伟东 可以像刚当职业球员时的胡伟东一样书写出一段传奇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今年两个大赛的冠军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因为作为江苏来说 作为我个人来说 江苏一直没拿过冠军 我拿所有假象都有了 也是缺一个冠军 所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 今年的联赛 包括今年的全运会 这两个大赛 我都能够力拼这个冠军 带着这样的梦想 胡伟东和他的江苏南篮一路杀入总决赛 他们的对手是联赛新贵 广东宏远队 比时的CBA总决赛还是五战三胜制 江苏队和广东队在前两场系列赛里各下一城 第三场比赛变得至关重要 比赛一开始 江苏队便打出了13比0的开局 第二节 身兼主教练的胡伟东批挂上阵 他用连续的三分命中牢牢地把握着球队领先的优势 他用自己的表现给队中的年轻人做着榜样 本场比赛最后的关键时刻 胡伟东用连续的得分和杀死比赛的抢断 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在系列赛中赢得了先机 你怎么知道一步啊 你下场比赛要继续在你 你下场比赛了 那你现在拿到今天组冠军 现在还没考虑 现在我们在来考虑比赛 如果说有的机会我们肯定去聘 到最后做这个聘务 我们不管 我们发挥自己水平去分 第四场系列赛 江苏队错失良机 2比2的比分 让CBA的总决赛 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悬念 系列赛最后一场 回到主场的江苏队 抱着必胜的信念 联赛冠军的头衔 胡伟东和他的江苏男蓝 已经等了十年 遗憾的是 江苏队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他们只能无奈地看着广东队 成功地位免了联赛冠军 赛后的两队更衣室 虽然相隔十米 却是两个世界 自那以后 胡伟东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练这一职位当中 如今回望当初的那些辉煌 虽已过去多年 但胡伟东对于江苏篮球 对于CBA联赛 对于中国篮球的贡献 依旧尘封在那里 被后人一次次地记起 而作为篮球人 胡伟东依旧深耕在中国篮球的卧土 帮助一批批的年轻人 去追逐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 作为篮球人啊 上一代传承交给我们了 我们要做好 我们不能在我们手上 把篮球给砸 玩砸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自己 自己做好本职工作 不管是在哪个行业 哪个部门 你包括一线 二线 三线 他都对中国篮球有帮助